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讲讲中国老百姓 在超现实的 疫情大封锁的期间的可怜的生活 我有时候还是中国的传统的 世代夫传统知识分子的情节 真的是哀鸣甚至多奸 真的是 无路是偏遭粘液雨 行传又遭共产党 真的是日子不好过 讲两件事 主要是讲一件事 讲上海的事情 然后顺带讲讲深圳的事 先讲深圳的吧 深圳这边出了一事 说一个家长在家里带着 配着孩子当网课 因为疫情 孩子上不了学 一关就这么久 不能出门 家长又是妄子成农 又觉得孩子不能上学 完了以后家长肩负着教孩子的责任 对孩子要求特别严 你知道吗 逼着孩子在网上上课 网上上课你想想 老是在电脑的另一端 我爱上不上 我又玩游戏 小孩都贪玩 就像我小时候就特别贪玩 不能真学习 那家长就孩子的一举一动 就在眼皮底下看见了 就特别生气 就早上起来就叮嘱一下 中午就骂一次 晚上就打一次 这孩子就天天就这样 又想不通 是不是 在外面在学校里 你家长看不见 背着老师玩玩 无所谓的 是不是 那孩子可不就是玩的年纪 非得搞这么重的学习任务 家长也是完全没有资格当家长 天天骂 本来就关在家里就郁闷 人都憋坏了 别说是小孩 我们现在天天憋在这个家里 不能旅游 只是不能坐飞机 去国际旅游 国内还是可以的 是吧 我们都憋坏了 都感觉到自己 这个是猪狗侮辱 像个囚徒一样的 就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对吧 何况是个孩子 就那么点小房子 在家里天天就还被 被一个当妈的 当爹的在那里骂 结果就 就自己就成父母 不注意的时候 从高楼上面 就跳下去了 可怜的孩子 六年级 一声叹息 真的 讲什么呢 说这个 这个做父母的 尤其是做父亲的 看到这个情况 就都hold不住了 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王 就是 孩子说走就走了 后悔 后悔没用 谁造成的 是不是 那还不是政府造成的 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呢 他们说身边也一千段的人口嘛 就是几百个人感染 查出的阳性 至于吗 真的不至于 但是共产党不管这么多 整个小区封锁 谁也出去 真的 确得 所以这个做父亲的说 也是生气 说天天就在 就说不活了 脑子 脑子他妈的 死了算了 两口子活 年纪也不小了 再想搞出一个小孩 也可能性不大的 再说有小孩 怎么能忘记 这么个儿子 这么活蹦端跳的样子呢 是不是 不活了 然后弄一个 就赔本 本就回来了 弄两个人 就赚了一个 人就是在关键时候 在绝望的时候 他就这么想的 这深圳发生的事情 没允许重视 那回头我们说上海 上海这个事情更典型 因为我对上海的生活比较熟悉 对深圳的生活 深圳我是好几年前的 那很早很早了 在深圳待过一段时间 上海这边就比较熟悉 上海说这边有一个 人生很成功的一大妈 60多岁 你知道上海最有钱的人 就是这些大妈 上海本地人 高大上平时都说上海话 看不去外地人 看谁都乡下人是吧 都是小次佬是吧 完了以后自己有钱 这个有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手上可能有一百十来万的存款 但是架不住他有三套房子呀 上海的房子 你想想吧 还在上只脚的房子 那就可几脚都可以 随便一套房子 都一千多万 三套房子 那都一万疯了 是不是有钱的很 哎 结果呢 也被这个疫情控制管控出去 因为他小区里面有一个人 几百个家庭的小区 很大的一个小区 就一个人疑似感染 整个小区封闭 那封闭封闭的呗 是不是在家里就吃喝喝呗 就等着这个过去呗 但是他们家情况不一样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丈夫得了癌症 一会儿死不了 所以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去 去医院去接受医生的问诊 完了以后呢 给他开药 给他医治 一定要去 不去就人就挂了 是吧 所以每个星期他都去 每个星期他都有去医院的记录 哪个医生 也跟医生打电话 结果小区封闭了 不然去 不行 谁也不行 又然后他有人就拍到这个 这个这个大妈 这个在小区 那个很漂亮的花园 那个那个花园里面啊 就对着那个 那个那些个管控人员啊 居委会的人员在那磕头啊 求求那个的啊 求求那个 哎呀让我出去吧 我我们家老公老头子 再不出去就死了 那这些个工作人员 两手一叹 我们没办法的呀 我们表示同情表示理解 但是没办法 你不能出去 整个小区的封闭 你要出去可以啊 你带有上方保健 谁呀找市委书记去 找市长去 他们批字了 让你出去 我们就同意出去 我们是没有 你给我再大的胆子 我们也没出去 话都说明白了 你老公死在家里 我们也不会让你出去 就这么简单 何况你老公还没死呢 话就说成这样了 你知道吗 心里真是透心寒 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 他老公真的就是 因为一两个星期不出去嘛 结果他老公真的就挂了 就死了 哎呦喂 你说这个天都塌下来了 日子过得这么好 家里这么有钱 你说怎么办呢 是不是 死在家 死在家里没问题啊 你还是 你出兵都不行 你把它送到火转厂都不行 你先把它放到家里 是吧 等这个小区解封了以后再说 那家里怎么放呢 是不是 你放一天两天可以 你放两三天继续放下 你什么时候解封呢 不行 两手一摊不行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你知道吗 有时候说起这些事情呢 真的是就在就在我在上海住的地方 不远的地方 真的是 就就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就是所有人都疯了 你说是不是 说这个大妈 哎呦也有一对儿女 都是很优秀的 都是上海人 个子感觉都挺好 说这个还 还有孩子在国外 花不完的钱 这下完了 整个家都崩了 怎么办呢 越想越气 说要报仇血恨 也是跟深圳的哥们儿一样的 老子不活了 老子弄一个是就回本了 弄两个就是赚一个 所以现在上海这边有人说 上海出了个女性的 而且是个大妈 本来是个朝阳大妈 结果变成了个洋家大妈 大妈洋家女大妈 要报仇血恨 说实话 我要是遇到这种事情 真的 那我也会这么想 你别跟我说那些个大道 你没用 知道吧 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 是谁造成的 我好好的 我这是人出无害 我也没害别人 我也没什么也没做 我也没感染 我们家里都是健康的 你不让我出去 上海整个他们这次大封闭 就大概有一千多个人吧 一千一百多个人 检查出有的是疑似病毒 有的是密血接触 没有几个人 正二半年确定 因为阳性的就几百号人 整个上海就管成这样 然后就造成这样的惨不忍睹的人间大悲剧 有的时候 那就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因为事不关己 高挂起 说道理说的一套一套的 什么事就这种事 如果轮到你 轮到出现在你的家里 你就知道什么叫痛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可接受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恶想胆变身 你就知道什么叫报仇血恨 知道吗 他们说现在这个没人管 由于这个大妈说了这么几句话 家里在磨刀 磨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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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公就问他你为什么天天磨刀啊 因为他老公在外边搞的一溜的事情 他全知道 但是他忍着天天磨刀 大半音乐的起来 他老公都在打祸落 然后他就磨刀 整个家里出现了这种非常荒诞的场景 床上他老公在那睡觉呼声震天 然后呢 做妻子的那种磨刀磨的 是刷刷作响 我这个场景 当时我没事干 描写了这么一个荒诞的场景 真的人有的时候恨了 恨到极致以后就每天都做准备 每天都把刀磨得是锋利 然后要干你呀 干死你是吧 所以现在之前你跟他说什么 下规也没用 这会儿感觉到他要报仇了 有用了 整个小区全是警察 全是各种这个什么人围上去了 知道吧 给他安慰 给他做工作 想办法给他处理掉 把他老公的尸体给处理掉 你不能老实就放在家里啊 是吧 这个中共就这样子 你就跟当年杨家一样的 你把人家杨家的生殖器都打没了 完了以后你们又不管 然后去上访去找你们的 你们要把人家抓起来 那最后怎么办呢 你说你说怎么办吧 哥你是杨家你怎么办吧 他没有别的办法 我就感觉啊 我就感觉 我知道中国人呢 就是有一口饭吃的时候 有点日子过的时候 大家都忍着 但是有一天总共会忍不下去的 否则你怎么解释中国的历史 那么多的农民起义呢 那么多的杀人 这个血流成河的战争呢 是不是 你说那时候的中国人 根本没有限制的中国人的信息咨询发达 他都活不下去呢 你知道吗 那最后还不是鱼死网破啊 这就是独裁社会最后的必然的归宿啊 说这些话就是让人觉得很 我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什么的 社会学的一个解释啊 或者是经济学的解释啊 或者是什么是行为学的解释 这些都是瞎扯的 你知道吗 一堆的理论暖用都没有啊 是不是真的是 理论是灰色的啊 生命之数长青 当你自己感觉到一种肉痛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 你说这个上海的这个大妈 那条件好着呢 知道吗 因为这是谁都看不上里面吧 那你各种优越感 没想到你们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你说你如果说一个河北大妈 或者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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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的大妈 遇到这种事情 你就知道 哎呀 那个那个就做什么 就做什么 怎么 中国人怎么说来着 就是你是活该 是不是 那你上海人呢 是不是高大上吗 上只脚 还能说几句英文 那么有钱 是不是 谁都看不上的人 理由能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的 所以还是崔老师 崔健说的好 只要他妈的那个天安门广场 挂了一个所谓的毛腊肉的项目 每个人的命运都差不多 管你是00后还是50后 管你是上海大妈 还是贵州大妈 都差不多 你说是不是 哎 一声叹息 我希望更多人 勇敢的站起来 呀干 知道吧 真的 别跟我讲大道理 道理我比你说的多了多了多 我可以跟你写本书 讲和平 讲废报你 真的 我可以讲无数的理论 讲到我自己都以为是真的 但是一旦真实的事情 落到我的头上的时候 我还是恶想胆变身 这就是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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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